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週四的凌晨 世界盃分組賽繼續進行 到時由沙地阿拉伯對陣墨西哥 鎮處C組的沙地阿拉伯和墨西科金像交鋒相當關鍵 畢竟勝負走向關乎晉級盛勢 相況必定全力爭勝 不過兩隊相比之下 後勢明顯要稍信一籌 墨西哥是該小組中唯一一支未常勝職的隊伍 整體發揮是C組戰帝 而曾在高歌表現的沙地阿拉伯 理應在本場比賽中提高一線 沙地阿拉伯當下以一勝一負的戰績排在C組第三 很明顯 球隊必須要贏下墨西哥才有可能晉級 並還有機會以小組投名的身份出線 如果與對手各取一分 那就需要寄望於波羅能否將阿根廷斬於馬下 可見今次全取三分對沙地阿拉伯尤為重要 與此同時也不難看出他們的取勝欲望之強烈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現階段C組的形勢朴索明利 都是拜沙地阿拉伯所賜 阿根廷原本是該小組中實力最強勁的隊伍 都是本屆世界杯的奪冠熱門 眾望所歸的阿根廷卻在首戰中出乎意料地 被沙地阿拉伯踢出爆冷賽果 後者貧席沙拿、阿舒希利和沙林艾多沙利的先後見功 最終逆轉比賽 取勝的同時也體現出沙地阿拉伯極具暗性 並且他們具備與世界頂尖球隊的一戰之力 絕非泛泛之輩 雖然上將不敵波蘭 但從一些數據可以看出沙地阿拉伯的狀態並不算差 幾對腳法較為勢力 戰術上都更傾向於傳統 各場比賽控球率達到57%稍勝波蘭一籌 而在進攻方面射門次數更多達16次 各項數據是前者的一倍 可惜的是把握能力不足 以至於就算射門次數很多 但也都未能改寫比分 所幸墨西哥本界世界杯精情未如理想 狀態都算是起伏不頂 相信沙地阿拉伯在經歷了前兩輪小組賽的歷練後 會以更勝一籌的競技狀態拿下勝利 陣容方面後衛耶沙·艾莎蘭尼和中場 薩爾曼·艾法拉職因傷缺陣 而中場艾德里拉·艾馬爾基則是被罰停彩 而另一邊相 本界世界杯中北美洲區球隊的競爭力相當較弱 美國是其中表現較好的隊伍 而加拿大已經督定出局 墨西哥都是尼泡沙過河自身南保 球隊現時錄得一和一負的戰績 以一個積分戰底施組 前兩輪分組賽 墨西哥一球未入 陣中須助勇效力於五大聯賽的 希榮羅新路和路爾之美尼斯 都是球隊進攻點的最大倚仗 但卻未有在比賽中踢出應有的表現 由於之前糟糕的發揮 以至於墨西哥今次就算贏球 都未必有晉級16強的機會 因為球隊不僅要全取3分 並還要獲得最多的真勝球 但對於火力薄弱的墨西哥來說 確實有些強人所難 就算知道這是一場關乎晉級的生死之戰 但墨西哥實質已是有心無理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gramsci 葉竹 君 記得按讚和分享 我們還有分享 的視頻 和視頻 字幕提供